和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第119集 老公花五十 在小院给我做了一个三米高的大鞦韆 这两花板要给它抹掉 下面给它挖坑埋那个柱子 这有没有挖地道的感觉 我们这个鞦韆有多宽 中间的差不多两米 哇 这太窄了 真不好摸 鞦韆的柱子就用之前拆下来的木头吧 本来想用钢管怕生锈 还是用木头比较好 柱子留四米高 一米埋在地下 上面三米刚刚好 把柱子打磨干净 我先试一下 哦 还挺高的 半点粉粘土 多物要全部都要给它固定起来 打一个砖 给它跟柱子拉住就会更稳 嗯 刚刚邻居大哥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 他问我们做这个做什么 我跟他说是做 挡钉挡 以后这做好了 你就在这里挡钉挡 好啊 你跟铁丝给它这个绑一下 那我怕以后 当然当然这个柱子会松动 哎 可以了 哇 你看这么大一材的车 我们楼上这样子什么时候也要给它弄一下 去年都没来得及弄 我试一下 嗯 刚刚好啊 恒良就做2米3宽 木头很难锯 邻居大哥就提着电锯来支援 你去给我摆几个拿着回来 拿着是什么 拿着你跟他讲一下就知道了 你回来了 对啊 原来这个东西叫拿着啊 叫拿着 还没还好没买错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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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不会转弯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拿着是钉在这里的 啊 那个秋千弄起来 我邀请你和你老婆来当啊 我我我我跟我老婆 你都会叫他来当秋千 把横梁用钉子加固一下 再刷一个木辣油 哇 这个风景好漂亮啊 好像那个蓝天门啊 那我就孙悟空啊 你是那二郎神 什么孙悟空 二郎神给男人们上游去 哈哈哈 邻居姐姐又送决菜给我吃了 等了好几天 秋千的绳子终于到了 你今天要把孔把绳子装好是吧 对啊 我给你给它装起来 刚刚邻居大姐叫我去帮他摘茶 那你去 好 走 我们过去帮大姐把茶摘了 他一个人在家摘不完 还有多少啊 没有 还有三十斤啊 哇 这个茶好嫩啊 哎 我也很会摘这个的 我每一年都有回来摘 这就是建欧的春茶 一叶一芽 我们把茶蒸摘出来 第一波生茶就一百多一斤 哇 终于摘完了 摘了一大盆 我喜欢紧一点 够紧了 已经卡得很紧了 嗯 全体能不能穿过去 老公是这样推我当秋千的 我是这样推老公当秋千的 老公说以后千万不能让我推轮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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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 今天改造这个楼梯 先把杂物清理出去 这个沟怎么办啊 这个沟 用水泥给它填你了 哇 很重哦 非常重啊 哇 这一个楼梯 水都扛起来了 以前都用这个木楼梯 又抖又窄 很不安全 现在打算做一个宽一点的 这个水沟也用不着了 等一下用水泥填了 楼梯下面空间还挺大的 可以做一个储物间 这样子能推得上去 嗯 我真的是 哭了你了 对左啊 加油 不行 你来帮忙护住吧 你急急事业了 你来 好 我爬不动了 哈哈 我来吧 我来吧 没力气 手没劲 这个要搞点水来浇一下 哦快点水水来了 哎哟 你能抱我一生 你故意的是不是 不是 我不想去开水 我就先开了 你这个人啊 这样子浇一下都会下去是吧 稍微会更结实一点 要慢点 滚到下面去我都拔 你拿那么小一个东西在那里抹啊 这个撒得很好用啊 你是不是大的你就忘了放哪里了 找不到 你看吧 我就说你一天东西东去乱扔 你塞太过来了吧 都流出来了 这不是流塞抹 剩下来就到这里啊 还把这里都给它堵掉了 画冰箱的你我里 因为楼梯太短了 工作降下来二四块 我都不够去 是 你的发想 怎会一直不去 我的世界 什么时候 看出这边难分 从天不必来吃 都是你 这是一块 红草的木头啊 手锯吧 这三块 看看 哎 太长了 刚好 这重量太矮了 加一块缓上去了 嗯 可以 要给它盯稳了 接着哦 很重哦 慢点 这个铺起来还挺好看的哈 是啊 这个挺好看的 房间里也可以铺吧 这个 不能铺哦 这个有毒的 这个室外装门用的 哦 这样子 嗯 站着那边转开 等你啊 台子坐好了 明天坐楼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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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